歡迎回來我們來看看 這個手排性能車 誰說一定要非常非常高價 我們可以來一點親民一點對不對 廷哥其實市場上有幾台 還不錯的喔 其實是 對啦 我們剛剛隨便講到 都是三四百萬的車子 對 那怎麼會沒有比較便宜的呢 有沒有那種鋪滿 燕明的鋪滿可以買的那種 有貨車 而且是手排 有蘇珠品 對很多 其實那還是有一些啦 但是其實價格也差不多 都要再擺出頭彎 我們算起來最比較便宜的算是 這個Toyota的86 那也就是同樣是 Subaru的BRZ的雙身車 那還有一款就是 Mazda MX-5的廠房跑車 它現在只出手排了 軟頂的 對它今年出了手排 軟頂的 對 軟頂廠房現在有 有手排的這個選擇 那其他包含Subaru Subaru它除了BRZ以外 它還有WRX WRX有自排有手排的版本 然後它的STI本來就是手排的 就是這幾款車是目前 比較能夠稍微便宜 兩百萬以內 一百萬以上 可以入手的手排車 那我比較跟大家 需要強調推薦的是 GT86 GT86還有MX-5的手排 我先講GT86 對 GT86其實基本上 好像是有點像他致敬的 的一個新的一個車款 那他也是用這個2.0升的 水平對臥的Subaru的引擎 有兩百出頭匹馬力 然後二十出頭公斤米的扭力 配六速手排 還有FR的一個配置 前置引擎後輪驅動 他其實是一個 非常有樂趣的車 我相信這個 同哥之前車主 他已經開了 一定知道 他的那個靈活性 靈腳性 沒事還可以彈一下離合器 對 甩一甩 甩一甩尾 那個感覺很過癮 而且他很好操控 不是太大的馬力 那我必須來講 MX-5的 這台車子呢 在新年式車型以後 他的引擎包含曲軸 連桿這些東西活塞 都已經強化了 更新了 所以他馬力從一百六十匹 變到了一百八十四匹 就一下增長 增長二十幾匹馬力 扭力也小條 變得大概二十點九公斤 那他的車身因為很輕 又搭配六速手排 而且他的手排的前面的齒比 全部都是密齒的 他全部都是密齒的 其實基本上就前面 除了到這個第六檔 是巡弋檔以外 其他的幾乎都是讓你可以加速的 所以他是密齒 那個加速感覺就是很順暢 好好好 可以一直加速 而不是像自排 自排的這個的齒比設定 就會比較鬆一點 就會就不夠激進了 而且他的新引擎 可以一下拉到七千五百轉 七千五百轉 就剛才我們講的 那個M2C 他能夠七千五百轉 不簡單 那同樣這個自然機型 也可以給你七千五百轉 那整個搭配之下 就 非常的一個機型 稍微改一下 擺個排氣管 擺個輪圈 飛手電一下 這個車身降一下 讚 董哥又要再買一台 對 再買一台 有很多車想買 是啊 其實這些車真的是 都是很好玩的 但是 難道沒有歐洲車嗎 有啊 歐洲還是有啊 其實歐洲車才是手牌的天堂啊 對不對 但是台灣好像越來越少 不是歐洲車貴啊 如果比較於86這些 歐洲車有哪些 你覺得是推薦的啊 其實我一直推薦的是 標誌那邊的308GTI啊 或者是208GTI的 都是手牌 純手牌 沒有自排 對 因為他們的駕駛樂趣 真的非常好 尤其是以鋼炮來說 比較像是一般人可以接觸到的 在現在的這個引擎 其實扭力都很好 你知道嗎 就算你入錯檔了 其實 投一下 對 也不會 也不會有問題 像Mini Cooper的這個JCW 也是手牌 貴了一點 但是你也可以把它當自排開 其實手牌 我覺得一點都沒有障礙 對我來說 尤其現在新的手牌 像像德哥說的 MX5是沒有這個自動補油的 但是任何其他車型 幾乎都有自動補油 就B&W的保時捷 包括像JCW也有 對對對 歐西都有自動補油 所以真的其實 手牌真的沒有想像那麼差 當然 我知道每一個人買手牌 就有十個朋友說買 對 這個才是 這是最大的阻力 在於你的親朋好友 現在手牌會不會很難開 你有沒有開過 對不對 都出去買一台回來試 他們會覺得說好像市區開會很累 但說真的 其實現在手牌 除非你是那種真的 像以前KARA GT 我說真的 你開來塞半小時 開一大廚 你落車腳的肉 腳真的肉 阿公 但現在都很好開 所以其實你只要習慣 OK 還有一台手牌車 又想到了 對 是CADDY 其實CADDY的手牌 CADDY的手牌 藏師的商女車 對 它入門是什麼 是好開的 好開的 而且你熄火更帥 我覺得超帥 離開機踩下去 它就發起來 就連你都可以開 真的 就不用怕突然間 熄火掉車 不會處理這樣子 是簡單開的 那剛剛汪少 還有講到一台 WRX 那我一定要問一下 SUBARU車主 SUBARU第一個 其實它只會性能版 性能版的手牌車 就是我們講WRX跟STI 它其實在二手市場上 有一個恆定的價格 它比其他的手牌 更不疊價 因為第一個 買的車的數量少 它要持續再近 但是這些車主 其實都還蠻顧車的 真正買這些車子 其實目前大改大操的 其實比較少 都是小改裝 所以說這個持有 跟說你可以買一個 因為它在上 它是四門四座 所以其實就是 做起來很方便 居家使用很方便 我有朋友就買圓夢 以前看這個GC8 但是太老了 買起來修得很恐怖 所以他就買一台WRX手牌 那我們車位就停在一起 就是看看舊的 看看新的 其實這個感觸也不一樣 第二個是這個車 其實也好保養 唯一的就是要注意 這個所謂零件的單價比較高 所以你碰撞的時候 零件單價的費用會有一點驚人 某個市售進口的日本車 它的零件價格也是貴 所以一樣開車要小心注意